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成为卫理工会的一份子。 我之所以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少有机会来谈这个题目。 我看我17年的慕会生涯里面,这是我第二次讲。 因为我们很担心,讲卫理工会,感觉好像你什么都卫理工会,什么都卫理工会这样。 第二呢,因为我们都在慕里工会里面,我怕可以跟大家一起多一点了解慕里工会的DNA。 还有呢,上个最后啊,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是立月主日嘛。 我们重新立约,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 我们把自己当成活计,让神来使用我们。 因此呢,我怕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跟大家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我们的主。 好,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 你可以打开你手上的圣经,你也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 我先读华语,如果你是华语,你跟我一起读,然后就稍微带领我们读英文的。 英文的你也可以跟他一起读。 好,我们一起来读。 法利塞人看听见耶稣堵住了撒图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敌意,且是最大的。 其事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听见耶稣被拒绝了撒图,法利塞人和神聚集, 一人,一位法律师,试探耶稣的这个问题。 教探耶稣,教探耶稣,什么是法律法的最大的? 耶稣回答,爱主的神,全是全你的心,全你的心,全是全你的心,全是第一的最大的执行。 第二是这样,爱主的亲自自。 全都法律师和律师,持续这两个执行。 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卫理工会。 好,下一张。 我们的始祖,约翰卫斯理他这样说, 他说卫理工会的会友就是一个尽心,尽心,尽意,爱神的人。 那约翰卫斯理呢,他本身是一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 有一次在聚会当中呢,他被圣灵充满了。 因此他心中非常火热哦,他就开始了这个卫斯理的运动,卫斯理的主义哦。 他的心中被烧热了,因此他开始了卫理工会,我们都会纪念这一天哦,1738年5月24号。 我们称他为卫斯理约翰的复兴日。 我们称为这一天,他在他的日记这样写,他说, 我心中觉得异常的温暖,我感觉自己实在已经信靠了基督,已经获得了得救的确据,我甚至主耶稣已经洗尽我一切的罪。 他写这一天,我感觉自己的心疼温暖,我感觉自己的信靠了基督,我感觉自己的信靠了基督,我一切的信靠了基督,我一切的信靠了基督,我一切的信靠了基督。 约翰·卫斯理讲这句话说,他不是才刚刚信耶稣罢了。 他已经做了牧师,圣公会的牧师。 他做了牧师,但是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不确定。 他总是觉得说,我做得不够好,神不喜悦我。 然后,我生命当中太多的罪了,神没有完全赦免我的这些罪。 一直到他那一天听到了,在小组里面听到了有人在读罗马书的,在读了一本书里面的introduction。 他听到一本书,罗马书,他听到罗马书前面的introduction,序缘的一句话。 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啊,原来神已经完全赦免我的罪了。 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洗尽了他所有的罪。 而且他已经得到得救的证据了,确据了。 从天天开始,他的生命完全不再一样了。 因此,愿望卫世与他开始了这个圣诀运动,意思其实就是圣诀小组啊。 因此呢,加入他的小组的人呢,必须要严守圣经的教导。 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有这群人跟他一起的呢,被称为methodists。 原本是笑他们的。 你们这一群整天讲method,method,method,整天讲风法,要跟着,要乖乖乖乖乖的那种人,叫做methodists。 所以呢,开始是一群被人家笑的那个的称呼,结果呢,结果这个methodism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运动。 那,约翰卫世与他经历圣灵的更新之后呢,他到处去传福音。 但是当时有很多牧师反对这样做。 甚至圣工会,他的所谓的宗派,也不准他在教会里面讲道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认为神的道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才可以讲出来的。 结果呢,他不准在教会讲道了,他就在他的爸爸的坟墓,站在上面,讲道。 当时的坟墓是在教会旁边的。 你不给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去到外面,就站在他爸爸的坟墓上面,讲道,他步道会。 结果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在英国。 而且他们英国经历了很大的复兴。 然后,以后我们再讲,英国发生什么事情。 从英国一直去到美国, 然后呢,就跟着这个商队,一直去到印度, 然后呢,进入东南亚, 然后先到新加坡,然后立刻就进来当时的马来亚了。 OK,所以因此呢, 维尔维斯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他说, 世界是我的牧区。 因此呢,他到当时就一直拆派宣教士,去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 所以因此呢,就这样,这个卫斯里运动从英国一直到美国,过后就展开, 最后到了马来亚了。 因此,卫斯里运动来到马来西亚时呢,不单单建立教会, 也开了很多很多的学校。 因此呢,当所谓卫工会进来, 是带着教育,还有教会,一起进来的。 因此,到今天呢,我们卫斯里工会依然还在办着很多的教育哦。 好,那下一张, 那马来西亚卫里工会哦, 是怎么样开始呢? 是在1885年开始的。 所以, 当时呢,这个卫里工会的宣教士,名字叫做William F. O'Hern, 他从印度被派来新加坡。 然后在1888年呢,就进来我们的马来亚去半岛了。 so he arrived at 马来亚 in 1888. ok,好,那你看到上面,ok, 好,那1895年呢,1895年在槟城, ok,开始了油脚路为了工会。 ok,然后1903年呢,在艾弹开始了这个宣教的工作, 就是Mission Outreach。 so the mission outreach in 艾弹 was started in 1903. 然后泰平呢,太平卫里工会,1905年。 ok,1905, in Taiping。 1908年,在日热洞开始了Mission Outreach. and 1908, in Gelatong. ok,所以还有其他的。 那下一张。 ok,那这就是我们马来亚去威力工会的组织图。 so this is the organization chart of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ok,整个马来亚去呢,我们有七个所谓的年议会。 so we have seven annual conferences in Malaysia. ok,总共有489间教会。 total we have 489 churches, 还有691间布道所。 ok,总共呢,我们有566个牧师传道。 六十九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地。 ok,总共呢,威力工会的会友们在马来西亚,大概有212千人。 ok,we have about 200,000 members in Malaysia. 好,那我们华人年议会呢,是威力工会的其中一个的年议会。 主要就是在这个西马半岛,以中文还有英文为主。 ok,那华人年议会,我们总共有202间教会还有布道所。 然后我们有36,000的会友。 但是牧师只有135个。 你想想看,135个牧者要去牧养30多千人。 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也呼吁更多年轻人出来,让主来使用,成为牧者带领教会。 好,那白杨巴路委公会我们就是属于华人年议会的其中一个字体。 好,那讲完了什么是威力工会,我们来第二个,成为BBMC的一份子。 好,那下一张,那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威力工会的会友呢? 首先,成为威力工会的会友,这是一个呵护神心意的行动来的。 因为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敬意爱主的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选择支持我处在的教会,作为我对他负责任的教会。 那今天,在疫情当中,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很多教会开始有这个线上的崇拜。 那个时候,好多好多弟兄姐妹们就去参加很多国外啊,外国的这个崇拜啊,其他地方的崇拜。 那,他就变成一个很方便,很自由的一种的习惯。 而且,他不需要你负上任何的责任,因为你不用成为那个地方,那个教会的会友啊。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成为教会的会友呢,意味着我们要对教会负责任的。 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来加强教会的整个的运作。 我们不单单要在属灵上,我们也要在物质上,竞争上,全新地去支持我们所处在的教会。 特别是今天我们处在白昂巴入卫理工会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对白昂巴入卫理工会来负责任。 成为BBMC的一份子的责任,成为会友的责任,有什么责任呢? 我放了四个哈。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敬拜。 我们要固定地参加教会的敬拜,领受圣餐,还有为教会祷告。 还有第二,我们要学习。 第二,我们要参与教会的培训,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第三,我们要参与服务,还有关怀。 第三,我们要成为这个社区的好灵舍。 我们要行公义,并且要支持教会的需要。 最后呢,我们要步道。 最后呢,我们要步道。 透过我们的好行为呢,来为主传扬祂的福音。 因此,这就是成为会友的责任了。 听了,会不会压力啊? 没有啦,不会啦。 其实你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是教会的会友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教会的一个会友的系统。 那我称为ABCD。 好,下一章。 那A就是什么呢? A就是你刚刚相信耶稣基督。 如果你在A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让你参加这个洗礼的课程。 让你了解你所相信的是谁。 那当你洗礼之后呢,你就会进入B这个层面。 那B就是呢,成为BBMC的一份子。 B means you are being a member of the BBMC。 因此呢,当你洗礼之后呢,我们教会会接受你成为教会的学习会友。 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准备你自己来成为正式的教会的会友。 因此在这一段这个时期呢,你必须要继续地去学习跟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 在一两年之后呢,我们就会邀请你,并且你要自愿地成为教会的正式会友。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就越来越多了。 那以前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 以前很多教会都是一洗礼就直接成为会友的。 那我们就看到有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洗礼之后呢,他不再教会了。 这就造成教会哦,比如说教会有三百个会友,但是做礼拜只有一百人。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洗礼是一回事,但是成为会友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呢,你要成为会友,你必须要很自愿的。 所以如果你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友,你就在C这个阶段。 OK,C就是我们是要学习尾身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在C的阶段呢,我会鼓励你,你至少可以参加一个教会的服事岗位。 。 还有呢,第二呢,我希望你能够定期参加教会的崇拜、小组、聚会或者是以及奉献。 OK,还有呢,我鼓励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小组甚至是团契。 C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学习更加尾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C means that we want to continue to learn and committed to Jesus Christ。 OK,好,因此你到C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挑战你进去到D这个阶段。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in stage C, we will challenge you to go to stage D. D就是成为教会各方面的领袖,并且呢,去培育更多的门徒,去带领人信耶稣等等,都在D。 D means that we want you to become a leader, and to go out and make more disciples and lead people to the law. OK,D,你在D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更多的责任,带领教会的工作等等。 An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esponsibilities will be given to you. 比如说,指示们也是教会的这个领袖。 OK,so for example, the LC members are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接下去会进行的整个教会的会有的系统A,B,C,D。 So this is our church member's membership system,A,B,C,D。 那大部分会有弟兄姐妹们,你已经是会有的,那么你是在C这个地方了。 So if you are church member,then you will be in stage C. 去年圣诞节期间,C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在B这个阶段。 OK,for those who received the baptism, who were baptized last Christmas, they will be in stage B. OK,然后呢,如果你带领人信耶稣,那个刚刚信耶稣的人,我们会把它放在A。 So if you bring someone to know the Lord and accept Jesus, and then he will be in stage A. OK,所以这个大概让大家比较清楚我们接下去教会会怎么样进行。 OK,so this is what the church i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当然教会会提供一些的训练来协助你,帮助你继续地成长。 OK,那如果你不是教会的会友的话呢,我鼓励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So if you are still not yet a member of the church, I encourage you to join us. 我在说没有墙壁的,因为这就是,你也不会因为说我不是教会的会友,那么我是好像是外人,不是的。 You will not be marginalized if you choose not to join. OK,如果你已经是会友的话呢,我们也不会把你踢出去,你依然是教会的会友。 If you are already a member, then we will still continue to accept you as you are. 要怎么样成为会友呢,你必须先受洗,然后你可以来找我谈。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become a member, then first you need to be baptized first, you can come and talk to me. OK,好,我们来到最后,最后就是成为BBMC。 So lastly, we want to talk about being a BBMC. 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联议会的主题是什么。 So firs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what is the CAC team. 那我们联议会的主题就是,动荡时代,杂根基督。 Our team is rooted in Christ in the turbulent times. 特别在这几年当中,我们这个疫情攻击了,疫情导致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软弱,因此我们被提醒,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要更加杂根。 So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wo years, many people are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So we are reminded again, we need to be rooted in Christ. 那么教会BBMC,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建立门徒,然后呢,领人归主。 And the church team of BBMC is building disciples, leading people to God. 我们的Mission,使命学年就是我们要迈向一个爱神爱人,更新社会的教会。 And our church mission statement is, transforming the society by being a church that loves God and people. 那我们以前的牧师,陈志浩牧师,为我们打了一个很坚固,而且很美好的基础。 他开始了整个的门徒,建立门徒的概念。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是建立门徒的教会。 因此,要建立门徒,我们就必须要活出来。 因此,BBMC这四个字呢,就是我们作为实践门徒行动的方向。 我们不能够关着门徒来做门徒啊。 我们必须要以行动,用我们的生命,把门徒的生命活现出来。 我们要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因此,去年开始我就一直强调,我们用BBMC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实践门徒的方向。 第一个B就是相信上帝,信靠上帝。 我们要砸根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要去更多的信靠上帝。 第二就是祝福他人,B。 用我们的行动去祝福,去成为他人的祝福。 第三就是M。 我们的嘴巴不要再说不能造就人的话,我们要说能够造祝福,能够说出生命的话语,建立人的生命。 M。 在工作的地方,我们也要说出生命的话语,在家里面,在小组里面,在团体里面,我们都要说出具有生命的话语。 好,最后个C就是跟人家连结啊。 我们要走出我们的市面墙去关心身边的人。 好,下一章。 我总结一下。 我要提醒大家,我并不是说只有魏理工会才是唯一的道路。 要知道在天堂你是找不到魏理工会的。 你也找不到牧师啊。 因此呢,我上了天堂之后,我就不用做牧师了,你知道吗? 你上了天堂,你也不用做指示了,你知道吗? 我们在天堂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 但是今天神在世界各地呢,兴起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 因为神在不同的地方有祂美好的旨意啊。 因此我相信神依然要使用我们的教会。 祂要我们为祂成就美好的事情。 那魏理工会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祂有祂很强的地方。 但是祂也有祂不足的地方。 因此呢,与其我们一直在批评魏理工会。 不如我们立志来让神使用,成为神更新魏理工会的门徒。 成为一群立志,尽信,尽信,尽义,爱神的人。 因此我邀请各位弟兄弟们,我们一起在今年好好让神来使用。 好,下一张,最后的最后。 牧师没有真正的最后,只有最后的最后。 那教会今年打算我们要出一个新的教会连结布。 因为我们原本那个已经蛮旧了,有一些人也不在了,也换弟子人等。 那不管你是会有,或者你不是会有,只要你愿意我们把你的名字放进连结布的话,你都可以填写。 那里面有一些资料呢,是给我作为保留的。 因为我要知道你的情况,然后呢,知道有一些细节。 在联络部那边,我们只会放出名字啊,地址啊,电话啊,甚至生日,如果你愿意的话。 OK,so we will only put up your information, like your name, addresses, telephone into the directory. 当然,还有一张你的漂亮的照片。 and also your photo. OK,所以呢,你可以放心地去填写这些资料。 so you can have confidence to fill up all this information. OK,好,下一张。 那在表格里面呢,还有一页是你需要填写的,就是关于侍奉的。 OK, in one of the sections is about what kind of service you want to take part in. 如果你目前已经有在参与某一些的侍奉。 If you have already take part in some of the ministries. 或者是你有兴趣,你有负担要参与某一些的侍奉。 OK,那么我就请大家以祷告的心,还有以献上自己的心,填写你所要加入的服事。 so you can do this, pray about it, and then choose the ministry you are interested. 我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稍微走过一下我们的需要。 OK,so I would like to walk you through with more detail about all these ministries. OK,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学员们加入这个招待的服事。 我们不希望新朋友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没有人知道他。 OK,we don't want our newcomers to come quietly and live quietly. 我们也希望有弟兄学员们在进来教会的时候呢,你可以被我们的招待员热情地欢迎。 OK,when you come to the church, I want you to feel welcome. 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说,哎,牧师啊,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笑,对了,我就笑你。 OK,if you say,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to do any of the service, but I only know how to smile, then you are good. 如果你不会笑的话,也可以买那个笑脸的那个冰,给你冰在你的衣服上面就可以了。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mile, so never mind, I will buy some pin, then pin on your clothes, then people will see the smiling faces. 好,虽然笑起来你看不到,嘴巴被口罩盖住,但是眼睛看得到,对不对? OK,now a days when you smile, people also cannot see. 好,但是当你笑的时候呢,眼睛眯起来,我就知道你在笑了。 OK,but if your eyes closing, then I know that you are smiling. OK,第二呢,我们需要关怀服侍的团队。 好,那今年我盼望我们教会可以在我们这一带做更多关怀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心,是想要去关心人的,我希望你加入这个团队。 我不单单可以去看他,或者甚至是用电话来关怀对方,我需要你们来加入。 OK,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救灾。 那当然,可能这个不需要经常触动,那是一旦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一起去协助灾区。 I hope that we don't need to do this very often, but onc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we can go out and help others。 OK,可以透过关怀当地的人去帮他打扫他的这个家园,甚至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煮东西还是什么,他们都需要这样的人。 OK,我们会按着那个地方的需要,我们派不同的人过去。 It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we may send different people. 我们会跟这个事工,就是会跟这个MCRD有这个紧密的连接。 We will collaborate this effort with MCRD. 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听众学们参与我们的步道的服事。 We need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angelism ministry. 那我讲的这个步道,就包括mission,就是宣教。 Evangelism including missionaries. OK,在这里我们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 OK,怎么样去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的美好的见证,把人带领信耶稣。 OK,好,接下来我们也需要有一群人在背后为教会祷告。 OK,所以因此呢,如果你说我要成为带导者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OK,好,接下来还有一个维修的服饰。 OK,就是教会有一些地方需要维修啊什么呢,也欢迎你加入。 OK,好,还有美化的服饰。 我盼望我们在不同的节期,我们有弟同学们来为教会布置到它漂漂亮亮这样。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恩赐、才干的话,欢迎你加入。 OK,如果在不同的节期,我们希望要维修的教会。 如果您有这种技术和才能,请加入我们。 OK,还有呢,这个应该很多,就是烹饪的服饰。 为不同的节期,和需要提供美食。 你可以煮给一群人吃,煮给年轻人吃,煮给年长的吃,等等。 就是烹饪。 OK,还有美工服饰,就是制作小礼物,卡片,精美的手工。 。 OK,好,接下来还有呢,书籍,就是管理我们的图书,并且呢,跟书有关系的都在这个里面。 。 OK,还有呢,交通的服饰。 我们需要这个福音车驾驶员来载送孩子,热灵人士,还有其他人。 。 。 OK,还有呢,敬拜团的服饰。 如果你想要带领敬拜,你想要学习,或者你想要成为业器手等等,你都可以加入这个敬拜的服饰。 。 。 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群人,协助在这个整个multimedia的地方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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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在上的,就在那边, 控制我们的这个, 很重要的这些东西, 还有呢,负责做这个直播的工作, OK,所以你有意加入这些服饰, 你可以填写在这个敬拜服饰那边, OK,还有呢,儿童施工, 成为主学的老师, 助教,协助孩子, 甚至在背后帮忙, 还有就是少年事工, 成为少年事工的导师, 甚至可以陪伴我们的少年人成长, 那乐龄事工, 这里讲的乐龄事工, 不是加入乐龄团契, 而是去关怀年长的, 陪伴年长的, 然后去帮助他们, 最后呢,最后两个就是辅导的事工, 然后去陪伴,还有协助心灵上有需要的人, 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 全部都重要的, 还有就是翻译的事工, 大家都知道你的牧师的英文是真的, 因此我需要有翻译员来协助我, 包括在讲道的翻译, 包括主席, 其他的服事的翻译, 包括文字上的翻译, 所以教学们以祷告的心, 慢慢填写, 不要急着交上来, 好,下一张, 最后的最后, 怎么样填写, 有两个方式, Google Form的方式呢, online的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在我们的WhatsApp的page里面, 一个是透过QR Code, 俊杰这时候, 麻烦你就把那个link放进群组里面一下, 好, 你可以用online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纸张的方式, so you can fill up the information online, or you can send in the hard copy, 纸张是在我们门口那边有, 还有呢, 你可以自己去拿, 或者是你找Pastor Michael, Hokim弟兄, You can get the phone outside, you can get it from me, or from Pastor Michael, 好, 第三呢, 就是我们帮你填, or you want us to help you, to feel out also can, OK,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就,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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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鬼来, 你叫我们, 你可以找我, 找Michael, 传道, 找Hokim, 找Pastor John, 或者是任何一个LCC member, 他们都很愿意, 来帮你填写, So just give us a wave, and then we will help you, No now了, OK, 所以我的报告就到,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So that's all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is morning, 所以, 如果填写资料, 有任何遇到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联络我们, OK,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difficulties,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 us pray, 主,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在你面前立约, 我们要把自己的线上给你, 当作活祭, Centure你使用我们, 也肯成你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BBMC的一份子, 能够让你大大来使用, 今年我们看到教育有好多的, 事工上有需要, 主, 使用我们, 让我们能够进入成为团队的其中一员, 以至于我们可以, 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忠心服侍, 我们成为他人的帮助,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荣耀你, 这么祷告, 祈求,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